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几乎每次直播都有网友提到 两届声梦全期的发展 担心TVB正是挂着发展中年好声音 而冷落了声梦家族 飞天爷爷早期都觉得 声梦未能够得到完善的安排 但慢慢开始就改观 开始留意到TVB要面对的问题 两届声梦全期 最先赖起的几乎清一色是学生 在今天的经济环境内下 已经不是80年代 就像张伟健那样要养家 一众声梦的小朋友 现在首要做好的就是学业 他们不用为生活费担忧 一切由家庭在背后支持 比赛结束了 结束了心愿玩完 是时候乖乖回学校读好些书 所有工作留在假期或平日不影响学业情况下完成 就像 Chantelle 为例 当日接受 DuJet 访问 姚爸爸已清楚表明日后会安排 Chantelle 去外国读书 现在互联网通讯技术发达 不用在香港发展她的事业 Gigi 比较特别 因为她是冠军 要代表星梦全期 加上当时未到升读大学阶段 不用考虑留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升学问题 所以工作上的安排相对的简单 两届星梦 社交平台上看到她们去旅行的次数 似乎比工作重要多 正如之前所说 她们不受生活 工作从来都不是爸爸妈妈考虑的事 非天爷爷后期相信 就算曾志伟高调表明 会先将星梦一二做好 才考虑第三届 亦要面对教人的问题 人不存在 公司怎么安排工作给她们呢? 但求学阶段 即是不能打扰小朋友上学 在这个环境下 TVB 仍然安排很多机会给星梦 例如大型的活动表演 例如台庆和慈善show 重新出发的音乐节目 J Music和 Music Break 都是由星梦担任现场 和网上直播主持 还有J Music里面的Busking 和校园巡唱等等 说到底要发展星梦 由头到尾都是教人的问题 今天看了一篇报道 似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非天爷爷一直忽略 甚至意想不到 就是有没有签约的问题 目前为止 到底两届星梦全期 除了TVB 艺园合约之外 还有谁还未签唱片合约 即是歌声约 几乎每次非天爷爷的直播 都有网友提到任海晴 很多人跟非天爷爷一样 觉得任海晴好像消失了 一直不知去向 亦不知发生什么事 昨天任海晴出席了一个慈善音乐会 已经有三个月 没有跟粉丝见面的区 原来只是签了TVB 艺园合约 八个月之后 仍未签TVB 唱片合约 除了TVB 其他唱片公司 都未有声器 即将升读中六的他 今年的暑假行程 已经排到密密麻麻 除了做实习工作之外 都会和家人去东京和韩国旅行 工作上他透露 将会有一个慈善音乐活动 谈及唱片合约 记者问他 会否考虑TVB 旗下唱片公司 或其他唱片公司 他没有正面回答 反而由充当他经理人的妈妈 便以持开放态度回应 看来妈妈的角色举足轻重 看来可以解答到 为何声梦全其二 当日任海晴明明录了首新歌《Breath Away》 但新歌后来无声无色消失了 个人作品 只有早前唱张国荣的《怪你过分美丽》 而且替环球灌录 算是外借 和TVB没有直接关系 看来和他未签唱片合约有关 既然不是公司旗下的歌声 又难名正言顺 安排歌声工作 以及帮他录新歌 录好了 交给哪间唱片公司处理 同一情况 都发生在声梦全其二 Six 身上 Six 摆明是TVB有意打造的组合 可惜比赛后 和任海晴的情况差不多 全民一直没停过 要等到刘志军单飞 签约爱爆音乐 推出个人单曲真相才正式曝光 Six 其余五个人 为何没有签TVB唱片合约呢? 是因为TVB自觉负担不了越来越多歌声 所以才放手将声梦全其部分成员 转称其他唱片公司 看来又说不通 投资这么大为他人作嫁衣装? 任海晴和Six 在未有唱片合约期间 TVB 仍然安排幕前工作 没必要将紧有的机会 留给一个未知去向的艺人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同时留给有签约的人 在情在理 TVB 都要释出诚意打动所有人 包括声梦的一众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 刘智君在Startalk 访问里提及到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Six 只是大家有各自的选择 他和家人商量过 认为选择留在TVB 较好 所以才变相离队 换言之 除了他 看来是其他Six 的队员 不选择和TVB 签唱片合约了 除了任海晴和Six 其他声梦传奇的成员 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到今天仍然没有和TVB 签唱片合约 甚至还没有和其他唱片公司签约 在这个情况下 也是另一个层面交人的关键 小朋友学业遗众 等假期等空荡是一大问题 家长的意向又是另一个问题 如来比赛 � Phim 运دا 比赛完结迟迟迟迟迟迟迟 Wait a 之更是一大问题 会不会因为因为以上的问题 促势TVB 叫停 声梦传奇三 非天爷爷aj 只知 娱乐圈很多时候也等运到 更是从来的难留位 趁还有运走运就不要错过机会 否则的话运过了 下一个运是什么时候来 更深的是不知是会不会出现 之前打八號風球,所以今天是不會有一周收視 應該等到明天,這些我們就可以等了 喂喂喂,又說TVB,有沒有其他話要說? 有,來我另一個頻道 視者樣的飛天爺爺 連結就在今集節目結尾的畫面左下角就見到 記得訂閱喔! Hello,我是飛天爺爺,一個寫小說寫專欄的作者 喜歡畫畫、聽歌、看電視、看電視、看電視、高劇 極度需要存在感和感情的斜光軸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短片的話,不妨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這個鈴鐺,下一次更新的話就會通知你 最好幫我分享出去介紹給你的朋友 我們今集的節目就差不多了,我們下集見,拜拜!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